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司的 我们该付出的劳力 得不到相对的报酬 大家心里面感觉爽吗 不爽 我们员工 争取我最基本的权益 我们要的不多 是要我们该拿的 我们最没有要求公司要加薪 要怎么样 只是要我们基本的权益 对不对 今天早上的股东会 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有去参加 股东会上面 中华电信表示 财报上面连亏损都没有认列 中华电信不承认 台电的董事代表姚江林 绕跑 绕跑 没有来开董事会 退股会 主秘出来开 秘书长出来开 但是一再的说 没有钱 行政院 叫我们上我们6月11号来到会不会 他们说6月15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结果6月15公会的大会 主委来说 居然说因为公会来抗议 因为员工来抗议 所以融资没有过 增资没有增资 请问 债主来要债 为什么会让增资没有过 怪在员工头上 有没有答应 没有 我们都很清楚 派到融电来兼演的 都是谁指派的 都是退股位 都是高阶将领 他今天把一家公司 先赢的要倒闭了 没有办法继续联益下去的 请问 退股会要不要护最大的财务 有 退股会请问到现在 叫我们从6月11 等到6月15 6月15 等到6月20 叫我们再等今天的普通会 6月27 整整我们要多等了半个月 请问退股会 有没有拿出解决的方案 有 员工被欠息的三个月 都已经滑不下去了 三个月将近5000万的薪水 连5块钱都没有拿出来解决 今天我们要找最大的股东 退股会 这里的讲清楚 到底要怎么样为员工负责 三个月 没有人就很漂亮了 做一十几年 一百块钱很高 马车就二十几年 但是 五十几年 方氏说 他一直把你安护说 哈 做做来 方氏 你没有你早点 你跟现在又有早点吗 好 连1个月就没了 很高 真的 所以说 我们今天你罢 我们要把主委在那里说 他要发展资 叫他生气叫人好 好 天方普安 占星三个月 占星三个月 会普遍复杂 会普遍复杂 占星三个月 占星三个月 当初委出人 当初委出人